請大家就坐 今天我們是召開這個 第七屆中華民族騰沛會議的記者招待會 因為我們這次會議 比較特殊 所以今天舉行計畫了解我們今天會議的特色 根據我們邀請函 今天我們是談三樣事情 第一個事情就是介紹我們中華民族的騰沛 到今天已經是第七屆了 第一第二屆我們是在洛杉磯開的 第三屆我們是在香港 第四屆台北 第五屆是澳門 第六屆北京 所以第七屆是在洛杉磯又回過來了 這個會議主要是我們提上這個太平鄉兩岸 台灣海峽兩岸之間的這個關係 所以這次也是我們這個會議的這個這個重點 那麼第二個項目呢 就是我們要這個向大家介紹 我們這次參加會議的這個重要的人物 這個我們現在第一位介紹 跟各位介紹就是說 我們介紹這個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Mr.Lindon Lalucci 大家如果對他有些什麼問題啊 他是很有遠見的一個經濟學家 對美國的經濟世界經濟最有很多的這個說明 政治經濟 所以現在我們先請那個Lindon Lalucci講幾句話 這次是個非常有趣的時間 现在是在现代的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经济的危机 很多世界各地很多政府都已经在分解跟结散 而且还有战争的危险在各地蔓延 当然中国现在是刚好在焦点上面 不仅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而且还有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 对我来讲有两个首要的问题需要解答 这个是由什么病态能够引致于现在这个情况 而是什么样解决的方案 在这个方面来讲是中国要扮演什么角色 在这个解决的方案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希望在这个会议中间我能够做一些贡献 对这些解决的方案有用处的解决方案 谢谢大家 明天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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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样的礼馆12点钟 在那个餐厅有一个 中午一个重要的演讲 如果大家对刚才 灵的哪路起还有什么意见的话 我们第三个显得就是可以提些 Question and answer 可以问答 第二位我们介绍的就是说 这个台湾来的这个王金平先生 王金平先生是很出名的 昨天就报纸上都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他是我们这个 这个台湾之英雄 Hero from Taiwan 所以这个台湾在这个礼拜天的中午 他也有一个kino speech 是这样的谈话 所以现在我们请王金平先讲几句话 要不要说我用英文讲一下 你讲你翻译吧 OK 现在第二位讲的就是王金平 从台湾 他现在很热的 所以他会告诉大家 他的经验 今天在这里见到我景仰已久的Lindon Lelouch 特别高兴 我跟Lindy也是多年的好朋友 我也是EIR常年的谷者 这一次来到这里 参加这个会是 华夏政略学会 中华民族腾飞的 第七届的会议 我想不管是在 全球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 我们都作为中国人 作为华夏的后代 我们相信 中国人对世界和平 会因为中国的强盛 而有更好的贡献 这一点 我们跟Lindon Lelouch先生 跟EIR的朋友 是有共同的看法的 所以参加了这么多的会议 这次来到这里 我觉得这是最有突破性的一次会议 因为我们不只是中国人 还有美国的朋友 还有很可能世界各个地方的朋友 我们都会 share 这样一个共同的vision 那么我个人来自台湾 这次我看我们大会的论文里面 有一个 有一篇论文 张文基博士 把台湾当作 中美关系的政殃 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的准确 我们在台湾 为什么会挨打 就是因为台湾有一些人 他叫台独 他是 他们可以不讲理的 就动手就打人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主张台独 他们要独立 但是事实是什么呢 如果今天台湾要宣布独立 那就是要改变现状 现状的台湾 他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现状的两岸关系 就是一个统一的关系 只是因为过去 因为有过冷战 有过中国的内战 对我们来讲 这叫双重战争的结构 双战结构 在这样的结构底下 台湾曾经是美国 牢牢掌握在手里的一块肉 但是 在尼克森访问北京之后 这个格局变了 美国慢慢地把这个手放开了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开 美国的政府 还是想要利用台湾 来牵制中国的发展 在我们看来 这是很愚蠢 不可及的一种想法 你以为 用台湾来掐住中国的成长 对美国有好处 其实 这几年来 我到美国走走看看 如果没有一个 繁荣昌盛中的中国 那么今天我们讲全球化 美国人的生活会怎么样 我想这个答案很明显 那么今天美国人 有那么一批人 他还是想要挑拨海峡两岸 中国人民之间的感情 利用他们过去在台湾所掌握的势力影响力 利用在美国他们所培养的一批人 回到台湾 然后告诉他们说 他们这种战略观点 跟林丹勒杜先生的和平观点 建设观点是完全相反的 他们说 现在911 我们已经 打到中国的后院去了 换句话说 美国的势力已经深入中亚 美国有一批野心政客 告诉主张台独人说 你们现在慢慢搞 继续搞 好好的搞 大大的搞 再搞下去 终有一天你们会成功的 那事实是怎么样呢 事实不是这个样子 台湾周期性的 好像会发病一次 就是要主张一下台独 有一点台独的言论 有一点台独的动作 我受伤就是这样一个周期性的并发产生了 美国真的敢支持台独吗 嘴巴里说一个中国 我们支持一个中国 嘴巴说 我们反对台独 那你又为什么要挑拨台独人士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 大家都讲全球化的 对全球的人的好处 如果真正的和平 真正的发展 这些好处 大家都在 expect 都在期待 这个时候 却在台湾 台独像不断的要发病一样 每隔一段时间 发病一次 每隔时间 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病一次 而且这个病症越来越大 我们觉得这很危险的 对台湾危险 对海峡两岸危险 对整个亚洲危险 对全球危险 所以 这一次 我个人带来的一个讯息很简单 陈水扁的 一边一国论 他好像用词用错了 应该是太平洋两岸 一片一国 太平洋这边 是美国 太平洋那边是中国 很多人生在台湾的人 搞不清楚 他把太平洋的台湾 跟美国拉得太近了 美国建国这么多年 有很多事情要解决的 要维持一个文明的 繁荣的国家 要像林肯先生 跟林肯总统当年所说的 Country of the people Bad people and the poor people 也就是我们的 孙中山先生所说的 民有民智民想的国家 美国要维持这样一个国家 要信守这样的一个承诺 要让全世界的人 都觉得美国是值得交往的国家 我想今天 美国当权者里面 那一批制造战争的人 那些 那些战争机器的推动者 那些鼓励军火制造 军火买卖的人 应该冷静地想一想 你们不要饮揪止渴 我们中国人有这么一个成语 饮揪止渴 你口渴了就要喝毒药 我想 中国人还有一句话 在这次的大会上 我想也送给我们 美国的朋友们 我们有一句很简单的话 叫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果美国 不希望人家 在他的国土上搞 一个美国 一个夏威夷 一个美国 一个阿拉斯加 一个美国 一个洛杉矶 一个美国 一个加州 如果美国人 有这样的想法 就停止在台湾 支持分裂主义者 支持台独 所以 我要讲的话很简单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就如同世界上 只有一个美国一样 这个道理 大家都很清楚 别搞错了 谢谢各位 Mr. Wang make a very important talk so I ask him to summarize in English let the other people understand oh he's going to say it in English that'll make my life easier well it's my great pleasure today to have the chance to meet with Mr. Lyndon Lelouch through Lini I've heard about him and read about a lot of lectures and I even come here to have a very good talk with your followers so I can say that this time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time for the seven conferences we have held so far because we share the same view if the world is to to have peace and progress well let's look take a good look at the the map of the world Eurasia Bridge is the good topic we are going to share with Mr. Lyndon Lelouch but look at the other American strategists you know they always think that in order to play some role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need to well so called grand chess ball I guess I'm getting carried away talking about the Eurasia Bridge and so on I'll try to brief anyway I come from Taiwan and I do believe that Taiwan is a very sensitive part of the whole world strategy given the fact that I was beaten up as you know a person advocating peace all of my life trying to reason with Taiwan independence advocate and I was beaten up brutally why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used to support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considered Taiwan as a part of the thing under the control of American war machine but now the whole story is different ever since Richard Nixon came to Beijing and the Cold War was over people from China and the people from America are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how come because American government firmly stated that they are for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but strange things have been happening all the time American some American politicians supported by the industrial military complex they've been advocating war in order to benefit from raging wars and they've been supporting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Taiwan independence has been chronically happening in Taiwan over and over and it's getting even worse and worse and now they are taking actions not only verbal war now they're really taking action so I think it's highly dangerous not only for people in Taiwan also for people on both sides for people all over Asia and actually it's endangering the whole world and this is the only message I'd like to bring up here it's crystal clear that there's only one America as much as it's crystal clear that there's only one China thank you 下面 我们还有 国内 大陆来的 还有很多 重要人物 像 海协会的 张金成先生 全国 台湾同胞联谊会 这个 收明生会长 还有 这个 著名的学者 辛奇 还有这个 和平发展 研究中心 这些 反正我们 这个重要的论文 都在这个 这个节目里 都有 所以供各参考 这个是 现在我们还请 就是已经来到这里了 代表在 讲几句 让他认识一下 讲几句 现在我们请 这个 刘青 讲几句话 对 就这样 谢谢大家来 参加这个会议 我想 中华 中国的 是我们 每一个海外 华谣 的 关心的 中国的 在各方面的 从展 和发展 是定了 在全世界 和平的 作用 不是像 有些人说 中国的发展 会威胁到 其他国家 其实 威胁这个东西呢 本来强大的 威胁 大家有 习惯了 一个新的 强大的 国家的 出现 别人也许 会感到威胁 但是 中华民族 有生存 无发展的权力 我们不能 因为别人 感到威胁 我们就 勒着自己 不往前发展 就是可能 国际美国 国家 给民族 都是 同时 开这样的研讨会 我非常高 就问大家 美国 值得海内外 各方面的意见 就是关心我们国家 关心我们的 中国 关心我们的 民族 关心我们的 民族 发展 大致 希望在这个会议上 能够 和大家有所交流 为民族的发展 成为做出 民族的发展 请大家 英鐵人先從華州地區來 他也跟各位講句話 在台灣的問題上 所有人都說了 台灣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地方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地方 在世界上 影響中國和中國的關係 但是在這麼多年來 這是一個事件 我今天想要說 我非常興趣 這時候我們有一個聯同 來講到這個 在這麼多年來 台灣的問題 也會有更加過分 所以我們想要看 為什麼這件事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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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這件事 是 中國的 提起 提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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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